南韓KF-21烈鹰战斗机翱翔天气 这款南韩国产国造的战机 距离投入实战又更进一步 南韩军方朝鲜进度 他们在朝鲜半岛南部外海 成功进行KF-21的投弹测试 KF-21搭载主动电子扫描 阵列雷达式战机的新装备 期待2026年可以进入空军服役 提升探测效率 KF-21展现高性能 加上最近南韩跟美国越走越近 都让北韩很不开心 北韩再次透过官媒放话 批评韩美演习是演练入侵 北韩的攻击行动 但美韩双方则回应 一切都只是提升防御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